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来到赵少康的现场 台北股市 刚刚大跌200点 现在跌193点 大跌193点 主要我想是补跌 美股在上礼拜大跌 累计超过3000点 道琼上礼拜五 原来跌超过1000点 后来因为联准会的主席 报了喊话 说必要说我们会降息 等等 所以稍微把这个股拉回来 最后是大跌357点 如果它上礼拜五也跌了超过3000点 那事情就严重 不过上礼拜五 NASDAQ只小涨了0.01个百分点 就高科技类股 因为大概之前跌太多了 而且总认为说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股市 其实高科技类股 通讯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NASDAQ反而小涨了0.01% S&P500跌了0.82% 费城办道题大涨 反转 大涨2.21% 这是上礼拜五的美股 台股现在跌181点 上礼拜五欧股也都很惨 英国 英国发国德国都跌了3%以上了 你看惨不惨 3%以上是很多的 台股现在跌182点 我们看天气 今天3月2号到3月了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北部及东北部天气比较凉 温度低很多了 跟前两天比 昨天好像开始就有点凉 到外面就有风 中部以北是在迎风面 扩散条件良好 所以空气品质好 所以今天空气品质在中部以北没问题 南部在下风 所以污染会累积 中南部区部地区会有污 影响能见度要注意 另外我看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讲 中部云嘉南高平地区 那其金门地区品质不好 风速比较弱 可能会达到橘色提醒要注意 再讲一次 北部竹苗宜兰兰花东 马祖澎湖良好 中部云嘉南高平金门普通 高平地区夜间或清晨风速弱 扩散条件不好 高平局部地区 所以可能会到了橘色提醒 反正空气不好 扫着要面活动 温度北北基16到19度 降影距离10到30 30%之下 陶珠苗15到22度 降影距离10 中张头17到28度 云嘉南17到28度 降影距离都是0 高平19到29度 降影距离0到10 宜蘭16到20度 降影距离30 化电18到21度 降影距离20 台东20到23度 降影距离20 外岛12到22度 降影距离0 台股现在跌174点 不过外资 外资之前也卖超了 那么说外资卖超 卖到一个地步以后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就不会卖那么多了 那本国基金有2000亿在准备 而且呢 有官方色彩的这个证券呢 都一直在买 所以有可能有 互盘的味道了 罗浮宫也关闭 一天 为什么只关闭一天呢 捷克跟亚美尼亚 也沦陷了 新冠肺炎 现在已经蔓延 上个礼拜我看 还是四十几个国 现在六几个国家跟地区 这没办法了 因为互通有无 往来很密切 一去欧洲那个地方 你怎么防啊 一点防不胜防 欧洲疫情升温 意大利确诊持续攀高 然后呢 中欧捷克也告沦陷 出现三期确诊 亚美尼亚失守 法国的罗浮宫 担心疫情扩散 员工发起罢工行动 所以管方呢 决定配合修管一天 我这想说 为什么 我看标题 我想怎么修一天 员工罢工 员工说不行了 你开放以后 太多游客 访客 影响到我们 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爆发 迅速以意大利为中心 向欧美各国快速进攻 过去二十四小时 意大利的确诊病数 将近一千七百名 又新增五几死亡病例 使意大利因为新冠肺炎 死亡人数来到三十四人 仅至于中国大陆的 两千八百七十人 及伊朗的五十四人 不过讲是第三名了 但是跟第一名还差很远 全球排第三 不过呢 有好消息 意大利目前有八十三个 确诊病患痊愈 治愈率提升 你怎么会想到 意大利会有这么多人得呢 确诊一千七百 这蛮凶的 台湾到现在只有四十嘛 一千七啊 而且台湾有的时候 他还没有呢 而且他也不是没有采取行动 他那时候不准邮轮去 不准他们飞机去 很早都采取行动 不过他们是说 他们只管 什么这些船啊 机啊 不管人 意大利以外的欧洲地区呢 德国法国确诊的都破一百 法国呢 有两起确诊病例死亡 为了怕疫情大爆发 法国总工会 跟巴黎罗浮工的管理单位表示呢 由于罗浮工的员工担心 每天接纳五千个国际游客 会让疫情不可控 所以开会投票通过罢工 管方 在没有办法说服员工的情况下呢 决定罗浮工今天闭管一天 什么时候重新开放 还没有定案 他并不是说闭管一天 明天就开放 他说我今天先闭管一天 大概先跟云中工沟通吧 刚才能不能说服员工 捷克在中欧 是新的受灾国 新增三起确诊 这三个人都去过意大利北部 其中两人是捷克人 另外一个人是意大利 念书的美国学生 在意大利念书的美国学生 捷克政府说 希望国人呢 不要没事前往意大利 尤其是意大利的北部地区 更是列为疫情高度警戒区 奇怪 他们都是去 大概都是意大利北部 上次那个巴西德的 也是到意大利北部 希腊德呢 也是到意大利北部 意大利北部是重灾区 米兰啊什么这些地方 大概让很多人都感染 而且你到意大利不去北部 光去南部也很怪嘛 总要去个北部吧 意大利将会提1200亿纾困 英国不排除封城 怎么那么严重 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严峻 尤其是北部地区 意大利政府表示呢 北州将提出总金额高达 36亿欧元将近1200亿 台币的纾困案子 协助意大利度过 疫情带来的经济重创 我们才600亿 才1200亿 而在英国出现 首例本土感染个案后呢 考虑提高防疫成绩 包括封城也是选项之一 中南美洲的多米尼加 跟厄瓜多也都出现 首级确诊病例 到处都有 意大利是在南欧 意大利在欧洲的南部 但意大利的北部是重灾区 现在呢 很意外 成为新冠肺炎的欧洲 疫区的温床 而且你知道 欧洲人喜欢到意大利去 我们如果到欧洲去 我们不可能不去意大利 你怎么可能第一个 先跑到其他国 不到意大利 不可能的 意大利到法国 这些飞去嘛 那对你事实上 对其他人也是这样 欧洲人也是一样 他们到玩来玩去 他也会到意大利北部去 意大利的北部三区呢 境内所有的大学跟学校 会连续第二个礼拜全面停课 防毒疫情失控 那另外呢 他们这个礼拜 就会提出36亿欧元 新台币1200亿的纾困方案 英国 他的病例也持续增加 BBC说 英国首相强生 将召开紧急应变小组会议 讨论新阶段的防疫计划 因为在英国新增的12期 确诊病例当中 出现一个没有出国旅游史的病患 也就是英国也出现了 本土感染的病例 所以防疫策略必须做出调整 所有手段都不排除 像是禁止大型活动之外 也考虑关闭学校 以及劝阻民众 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甚至不排除封城 所以他们甚至鼓励民众 不要搭交通工具的 因为人跟人之间容易会传染 爱尔兰也有低起了 台股现在跌181点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我是赵赵赵 欢迎你回到赵赵赵赵 时间的现场 世界卫生组织 把这个新冠肺炎上修为 非常高 风险非常高 它都有一些 一个危险的程度 现在是非常高 有14个典型的症状 什么叫做 你怎么知道你得了没有 之前都是不典型 有的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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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因为得人越来越多 也许中国大陆 我觉得中国大陆得人很多 他们的经验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大家参考 他们怎么发现病患的 他们怎么治疗 哪些人死了 死的情况怎样 为什么会死 哪些人救好了 为什么能救好 其实台湾应该 台湾其实最方便 应该获得最低手的资料 也协助我们防疫了 但是因为两岸之间 现在大概沟通不良 再加上他们大概忙着 救他们自己的病人 大概没时间给你 在那边交流 不过他们好像 医生啊什么 专家写了不少文章 发表在国际的期刊上面 世界卫生组织 在12月16到24号呢 考察大陆的新冠病毒疫情 他们去大陆 发表了一份厚厚的考察报告 应该还是看大陆 报告说 新冠病毒不是流感 也不是SARS 而是一种全新的 新病毒 没有办法将它 与过去的冠状病毒疾病 联系起来 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 快速的传播性 势必对人类的健康 经济跟社会 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果让他们讲 什么全世界到最后 三分之二人都会得了 哇那很可怕 但是 就是看了 如果慢慢变异的 没有那么致死率 没那么高 没那么严重 如果像流感上 得了也就得了 随便得个流感 都得过 只是有的人比较长得 有的人比较少得 可是他讲 世卫去看了大陆 说他不是流感 也不是SARS 那到底是什么 世界卫生主席 归纳出14个 新冠肺炎 患者发病的 典型迹象级症状 我们从最多的往下看 发烧 干咳 疲劳 有痰 呼吸急促 肌肉关节 酸痛 喉咙痛 头痛 发冷 感到恶心想吐 鼻塞 腹泻 咳血 结膜 冲血 眼睛的结膜冲血 看起来 前面 比较多的 发烧 肝咳 疲劳 有痰 呼吸急促 肌肉关节 酸痛 喉咙痛 头痛 那不是跟流感很像吗 你感冒也就是这样啊 所以他难就难在这里 你知道 他最大的威胁族群 是60岁以上 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慢性 慢性呼吸道疾病 及癌症患者 儿童病患很少 而且病情比较轻 为什么 因为儿童的免疫力 还没有发展完成 所以你感染了以后 就感染了 他不会那么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不会那么激烈的 去攻打这个病毒 反而好了 这怎么讲 有的时候呢 你反客太强烈 你跟他拼 就两败俱伤 你太强了 那儿童因为 就是他本身 就是还在发育当中 所以就比较 抵抗系统比较弱 防御系统比较弱 这就是很难讲 比如说 比如说有些病 小孩得了 很快就反出来 反应出来了 那你就知道他生病了 就治疗 那有些小孩 抵抗力很强 有些小孩抵抗力比较弱 或是比较高年级的小孩 比如小学五六年级 他抵抗力比较强 比那个小朋友 他病传染 你看不出来 因为他在抵抗 所以他发病比较慢 但是一发 一发不可收拾 就很严重 他尤其抵抗过去了 就没了 万一抵抗不过去 那个病毒 那个数量一定非常大 攻击他 打败他 所以你说 抵抗力强 好还是不好 很难讲 就像有些人 一辈子不生病 一生病就挂 我看到不少这样的人 好得不到平常 重视养生 运动 甚至每天 冬天洗冷水澡 然后呢 就觉得他简直是 身体好不得了 突然一个病 怎么走了 有些每天那边病 每天三天两头 跑医院 他拖啊拖啊拖啊 拖很久 他也没事 也不是没事了 就是 所以没有大事了 所以怎么讲 那反正这边告诉你 就是儿童病例很少 病情比较轻 但是报告又强调 因为我们对于 新冠病毒的关键讯息 所知仍然有限 对于已经发生 疫情的地区 必须要考虑 复发的风险 今天我看联合报 一篇 说香港 那不像上海 回来特派原写 说上海一切都恢复了 街头几乎都恢复热闹了 因为呢 几乎很少新增病例了 有的时候每天是零 所以上海人 现在就上街了 闷酒了 不上山 那个Costco开幕 就去了好几千人 这边挤 但是就有专家讲说 哪那么容易 每天进来这么多人 怎么可能是零 所以就有不同的看法 那这边也警告 世卫也警告 说你对于 已经发生疫情的地区 要考虑复发的风险 不要以为说 它好像好了 减少了 就掉以轻心 那么我刚刚讲 爱尔兰出现确诊了 英格兰目前还好 不过呢 在美洲 中美洲 加勒比海岛国 多名一家 也因为一个62岁的 意大利旅客 确诊 成为新的受灾国 旅客 意大利人到人家国家 确诊 在南美洲 除了巴西出现两起 确诊病例外 厄瓜多也出现了第一起 全世界看来 慢慢都很难 幸免了 媒体寒冬 我看一个新的新闻 媒体寒冬 旺报传月底停刊 转为夹报 上个月底 二月底才一周刊停刊了 一周刊原来是纸本 那时候刚出刊的时候 好轰动 卖很多 几十万本 那但是慢慢也不行 这东西就没办法了 为什么 因为以前我看一周刊 我要看他的独家 他经过好多调查 狗仔跟半天 出现一个 一个封面故事 想去看了 那后来网络起来了 你封面故事八点出来 我八点零一分就报道了 我干嘛瞒你 我网络上都看得到啊 等等了 再加上大概 主要是新媒体了 我觉得传统媒体 主要是受新媒体 很大的威胁 所以他就改成 好吧 那既然你们新媒体 我也变新媒体 他就变成网络的一周刊 还是不行 你现在就说 当新媒体这么多 网络这么发达的时候 你就很难有独家了 很难维持你的独家的优势 很难维持你的独特的风格 不管是人也好 媒体也好 任何东西也好 没有独特的风格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办法 生存了 可以这样讲 人家干嘛要看你吗 人家干嘛要听你吗 你没有独特的观点 你没有独特的看法 我干嘛不听你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时间的现场 好 那么旺报传阅底停刊 要转为夹报 转为夹报 刚讲 就是说 这个媒体看起来是很辛苦的 尤其传统媒体 就要说这个新媒体起来 网络等等 这个 那刚讲一周刊 后来就变成 网络报 网络周刊 那搞一阵子 搞不下去了 所以呢 主要是广告了 而且台湾的 台湾的读者 不是那么喜欢付费 大家觉得 我干嘛付钱呢 等等 那么多免费 我干嘛付钱 等等 那美国好一点 纽约时报道 黄盛的邮报 他们都改 就是自从有付费 付费的制度以后 收入还不错 收入还不错 所以 你就很难 你说好 我传统媒体 我改成网络 我从网络上收钱 也不容易 根据疯传媒的报道 因为疯传媒 不少人是 中国时报过去的 不过往往强调 说目前这些都是 未被证实的传闻 近期呢 他们报社高层 会对未来发展进行讨论 他有两个方案 一个是4月1号 开始改为夹报 制作专题为主 夹在中国时报里面贩售 另外一案呢 是直接停刊 转为中国时报的 周末夹报 以报道软性新闻为主 不过呢 现在为止 他们就问 望望高层 不愿意证实相关新闻 只透露呢 说近期的确 会对望报未来发展 跟他的定位 开会讨论 最晚要到3月中旬 才会确定 目前没有任何的决定 望望 原来他比较不熟的 Mannboa原来是 中国时报出 主要讲大陆的 大陆的东西比较多 那本人认为 你有那么多台商 而且两岸关心那么密切 应该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读者会关心 可是看起来 大概也是跟两岸 越来越紧张 或是关系越来越差 所以 也可能跟这个有关 回头看美国 第一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美国华盛顿州 进入紧急状态 Washington 华盛顿 美国有两个华盛顿 大家才会搞混 一个是Washington DC 华盛顿DC 就是美国的首都 国会都在那个地方 在马里兰州那一带 然后一个是华盛顿州 就是加州上面 要进加拿大 你会经过华盛顿州 在美国的西岸的上面 风景非常好 雨比较多一点 西雅图雨多一点 西雅图就在华盛顿州 出现了首例的死亡病例 所以他的州长宣布 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况 同时美国东部的Row Island 罗德岛也出现第一起确诊病患 芝加哥 从中西部大城 出现全美国第五起 不明感染源的确诊病例 是有 是确诊 但是来源不明 很多都怎么回事不知道 美国出现首例死亡 在西北地区的华盛顿州 一名50多岁男子在感染了新冠肺炎前 身体状况就不太好 但是他并没有出外旅游史 也没有接触过任何确诊病患 那怎么可能 代表其他有收治新冠肺炎确诊病患的医院 恐怕会爆发出更多确诊个案 所以华盛顿州的州长 宣布全州进入紧急状态 就是说他没有接触谁 他也没有旅游 他怎么得 因为他原来身体不好 一定去医院看病 他在医院里被传染 不知道传染接触了谁 所以才会紧张 所以那个医院可能就会传染别人 那川普对于华盛顿州 进入紧急状况 他在白宫召开记者会安抚民心 川普说美国本土疫情 虽然出现首起死亡病例 同时还有四起病危 因为很快搞不好 那四起病危也有人治不好 而且很大的机会 疫情会持续扩散 但川普重申 美国政府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美国国民不用恐慌 生活作息不必调整 那另外在罗德岛出现了 这个首起的确诊病患 患者到过意大利 法国西班牙 芝加哥出现了感染不明的确诊病患 是美国的第五起 引起美国CDC的高度重视 疾病管制控制局 有鉴于伊朗南韩意大利 疫情失控 川普宣布扩大旅游限制 禁止大家到伊朗以后 呼吁不要到南韩跟意大利 同时这14天内 去过伊朗南韩意大利的旅客 全面禁止入境美国 川普表示考虑关闭 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 反正美国墨西哥边界 川普是老早就想关闭他 要盖个墙 抓到这个机会 目前看起来 这也不是从墨西哥传过来的 但是反正我就把边界给你关了 趁机 14天里面去过伊朗南韩意大利的旅客 不准入境美国 是台湾要注意 如果有些人到了欧洲 又要去美国 如果你这时候刚好去过 南韩意大利跟伊朗的话 如果在14天内的话 美国不给你入境 所以现在要进美国更麻烦 本来就很麻烦 这个很奇怪 这个新闻我看了就觉得很怪 感染力说很惊人 南韩出现第一起 因为搭乘电梯被传染的案例 有一个41岁南韩妇人 带了两个子女跟劝责者 同搭电梯一分钟 最后证明没戴口罩的妇女 确定被感染 戴着口罩的子女 在安全过关 这所以你就防不胜防 我们现在说健康人不必戴口罩 你都看不出来 我健康我不戴 他不健康他也没戴 你怎么办 所以他不知道他不健康 可能 南韩说这名妇女是 明成教会的一个52岁的牧师 她是跟明成教会的52岁牧师 在首尔市的一个公寓里面 共乘电梯 前后共处时间大概只有一分钟 电梯你还能坐多久 牧师确诊以后 就启动防疫调查 透过影像确认 跟他接触这个妇女 然后就一查 他也确诊了 这是第一次搭电梯被感染 在电梯里 女子跟牧师都没戴口罩 我刚刚讲 他也没戴 我健康我没戴 那他也没戴 可能他也不知道 那女子的两个子女是戴着 结果呢 两个确诊了 我是少少刚 欢迎你回到少少康 现在现场 台股现在跌136点 因为航班减少 旅客数目下滑 所以桃园机场 业者呢 缩短营业时间 所以你要小心 有的时候他可能不开门了 那因为受到新冠肺炎的 这个冲击了 所以桃园机场运量下滑 旅客大幅减少 对机场的免税店 餐饮服务影响巨大 为了减少营运成本 业者申请在没有航班 起降的时段内呢 缩短营业时间 桃园机场的旅客人数 大概减少六成左右 以前呢 援朝拥挤 大排长龙 现在呢很多时段空空荡荡 小茂两三只 什么时候恢复原来的盛况呢 现在都不知道 要看病情的发展 疫情的发展 那所以桃园机场里面 管制区的店家 营运业绩下滑 管制区外的店家呢 当然也受到冲击 送机接机的民众呢 在机场逗留的时间也缩短 管制区里面 只有你要出国回国 才可以去买 少了 那当然接送机的也少了 所以呢 业者就像桃机公司提出调整营业时间要求 那原本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 还是维持 但是呢 有些时段根本有没有搬机取降 根本没有搬机取降 他们为了减少成本 就是减少营业时间 就是减少营业时间 淘机的业者目前还是坚持不减薪 不放无薪价 大家共提时间 业者在苦撑 目前去争取租金 全力金全免 希望降低成本压力 因为他那边很贵的 全力金很贵的 你不要以为你 为什么他可以到机场营业 你不行 因为他要交很多钱的 交很多钱 那我记得以前那个九如 九如有一个老板 就里面好不容易去争取 争取到了这个餐厅吧 哎呀 后来跟我诉苦 叫苦连天 因为全力金付非常多 然后 就是你看他卖很贵 他很多钱都要付给机场 就是叫你要去争取 后来好像因为 不知道什么原因 他在家里就被人家杀死了 我好像那个案子到现在没破 我印象到现在没破 那案子 好吧 交通新制上路 苏贞昌说呢 酒驾吊照重考 需要自费装酒精锁 三月有交通的新制上路 酒驾累贩的车辆 必须加装酒精锁 什么意思 就是三月以后呢 酒驾被吊销执照 因为酒驾太严重 被吊销执照的人呢 要经过一段时间 你要重考 重考以后呢 车辆要装酒精锁 驾驶人没有通过酒厕 就没有办法启动车辆 之后呢 每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 会要求驾驶人 重新吹酒这一次 否则车辆熄火后 就会锁死 必须要回原厂 才能解开 这么麻烦 那被吊销驾照的人 想要重考 要先上十五个小时的 教育训练 酒驾累贩三次 还要到合格医疗机构 接受酒饮评估治疗 满一年十二次 才能重新考照 这段期间 租用酒精锁的费用 酒精锁用租的 酒驾的教育训练的年费 酒饮治疗费用 都要由驾驶人自己付 那所以呢 现在你如果因为酒驾 被吊销执照 要重新考照限制 很麻烦 罚又重 基本上了 就是喝酒就不要开车了 开车就不要喝酒了 这基本的原则 否则的话很麻烦 因为这个 害人害己 台股现在跌幅缩小 现在跌122点 开盘的时候 大跌200点 现在跌122点 是不是有政府基金 进去互盘 我们不知道 不过没有先前跌那么重 那美国会怎么样 还在看 如果美国继续跌 台股也很难守住 如果它不跌了 就会好一些 联合报 今天头版登了 也是跟这个病情都有关的 第一个 伊朗旅游升到第三集 现在第三集哪些地方 最早是中港澳 后来是意大利 后来是南韩 那现在是伊朗 日本还没有 主要因为第一个 当政者也不太想得罪日本 第二个日本呢 因为你把那个 钻石公主号剃掉 他认为他没那么多人 那只要把钻石公主号 如果放进来 当然就多了 但他不认为 钻石公主是他的 那现在 中国大陆确诊是79,824 死亡28,710 增加了 一天增加了573个 那主要是说在 湖北武汉之外 死亡增加35个 再来就意大利 1,100 南韩3,736 然后呢 死亡了21个 意大利1,128个 死亡29个 意大利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呢 伊朗死更多 确诊976个 死了54个人 日本961个 死了13个人 因为只要死人 大家觉得说 有点严重 不死就还好 不但如果不死 废纤维化什么 这样也很麻烦 法国死两个 美国死两个 法国已经确诊 到了100了 德国147人 德国还没死人 泰国42个死了一个 澳大利亚28个 就死了一个 台湾40个死一个 香港96个死两个 所以死亡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的 最严重的就是伊朗 1544个 意大利是129 南韩是21个 日本是13个 那首尔的市长要求检察官 有不同的讯息 有个是要去调查 新天地的教授 有个是要起诉 新天地的教授 那你会听很怪 他这个教会 信徒很多了 二十几万还要登记 信徒传染 怎么跟教主什么关系呢 但他认为你教主本身 隐匿疫情 没有好好的宣导 跟政府不配合 还叫这些教友 不要接受政府调查 一定很气 南韩搞成这样子 这个一天就新增586个 全国有3736个 四个新增死亡 那南韩 就大丘跟他附近的 就占了全国病例的87% 那跟武汉有点像 你不觉得吗 就是说其他地方没那么严重 但就武汉特别严重 这奇怪 在那个地方 这个病毒在那边 就是可能很强 他也许到外地去的 也许也许 这都也许 现在都不敢讲 病毒是不是 没有武汉那么强 为什么在武汉特别厉害 或是有几个超级传染者 南韩也是 大丘就特别厉害 但87% 都是大丘的患者 确诊者 我们休息一下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 现在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跌135点 大陆专家说了 除了湖北以外 在湖北以外地区 4月底可以摘口罩 那也就是说 他们认为 湖北以外的地区 就疫情会慢慢慢慢的舒缓 一样新增 新增573例里面 湖北就是570例 你看 570例里面 武汉就565例 武汉的565例里面 233例 从武汉的监狱来的 武汉的监狱 已经有806人得病 监狱里面传染病是很厉害的 我想大家平常都不会去注意监狱 就变成一个社会的 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你只可以看 如果流感 它那边一定很厉害的 传染 再一起吃饭 再吃鸡 所以现在监狱人满为患 根本不够 听说那个睡觉 都大家躺在地上 然后可能 你还要从人家 晚上要上洗手间 要从人家身上跨过去 这样 非常拥挤 全大陆出院的比率 治好出院比率 是52.1% 很高 52.1% 那当然看你的标准什么 台湾的话 出院很麻烦 不那么轻易让你出院 所以在台湾 出院到现在为止 还有12个 还有12个 联合报投票时讲说 公主号 钻石公主号 有一个旅客 回台湾以后 又变阳星 在日本治好了 说治好了 那他对真的治好 假的治好 什么叫治好 你怎么确定他治好 70多岁女性 住北部 在日本确诊 住院隔离治疗 那日本认为她治好了 采取两次都是阴性 获准搭击回台湾 回台湾又被 确诊出阳性 所以他这个例子很奇怪 前天变成联合报的 头版头 也变成苹果的头版头 这叫做负阳 什么叫负阳 就是原来不是阳 又变成阳性 联合报苹果 苹果都叫他负阳 所以他就变成 案例第40号 1月20号 在日本参加 钻石公主号的旅游 1月20号 2月4号到日本 留在船上 15号检查变阳性 没有症状 住院隔离 那是15号 经过10天 25号 两次裁检都是阴性 被诊断是痊愈 日本这个也很奇怪 你就看他这个 就说他原来没事 至少表面看起来没事 所以2月4号到日本 不给你下船 你记得门的时候 大家都关在船上 2月4号不给你下船 关了11天以后 到15号检查变阳性 他慢慢检查 阳性 15号检查阳性 没症状 所以就给他住院隔离 15号检查阳性隔离 25号再检 那不是至少应该 关他个14天吗 一般没有病的人 都要关14天 对不对 他是有病的人 他是已经检查出阳性的人 虽然没有症状 怎么10天检查 没有问题 就给他放出来了 他这个标准 到底是怎样 理论上说你应该 既然你已经 没阳性人都关 他先生还关在船上 还关在日本现在 最后一批船员 昨天是下船了 130个 他现在还是日本 不准回来 为什么不满14天 他们25号才下船 不满10天 15号才下船 那他为什么 25号两次採检 说他阴性就给他放 痊愈了 那他又没有症状 从头到尾他没症状 所以呢 他所以不是说 他们说年轻人没症状 他70几岁 他也没症状 他年纪也不轻 然后呢 回来台湾下机以后 再踩他 还是阴性 人家日本人踩的没错 再踩不明显 那再踩阳性 那他的先生 2月7号 日本检查他是阴性 还在日本饭店隔离中 就是因为 虽然阴性 但是他们下船以后 还是要隔离 要隔离14天 差不多快到了 那这太太得了 就是所谓得了 就是阳性 得了还送到医院去 然后进医院10天再检 两次都阴性就给他放 那个标准显然是不太一样 那为什么会这样 说採检部位 他们认为说 进到实验室的步骤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认为到实验室没问题 有就算没有就没有 所以你在採检的时候 你有问题 採检的时间 採检的力道 採检的部位 他们认为都会影响结果 那特别是病毒量比较低的 他可能 他有病毒 但是量比较低 所以你可能会出现阴阳反复 有的时候是阳 有的时候是阴的 这个真的麻烦 跟人得病要去切片 到底有没有恶性 良性切片 也会有这个问题 有些是你从这个影像 就看得出来 有些不是的 你要去採 那你切到什么位置 你可能切到的 不是不好的地方 就不见得看得 说要好几次採样 那陈时中说 我们是很严格了 三採都是阴性 才能出院 什么叫三採阴性呢 就是採检三次 每次要间隔24小时 每次都要採检 咽喉柿子跟弹液 两个样本 两个样本 每次经过20小时 经过三次採检 两件都是阴性 才会到专家会议讨论 你知道他的过程吧 就是说 这个人怀疑我们就採他 一个採他的痰 一个採他的咽喉 然后呢 就两件样本 两件样本都要是阴性 然后呢 经过三次 都是个程序 三次 每次两件样本 每次採24小时 都要是阴性 然后採这个案子 才送到专家会议去讨论 还不是就跟你过了 那专家看了说 嗯 这个可以 是阴性 才解除他 所以呢 他们认为说呢 在 三次以后 又变成阳性的可能性很低啦 那显然这个日本 是看起来是比较松的 日本是比较松的 很多的时候 他们要去查那个源头 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那另外就是很多大型的活动 说移工的大型活动 就是 这外籍劳工 他们有很多活动 比如说泰国有拨水节啦 越南有 越南要庆元宵节啦 等等 但他的元宵跟你可能不一样 通通停了 政府说 合法跟非法的移工 都纳入防疫的体系 那到底 要不要戴口罩 陈时中说呢 方向没变 有医生现在认为说 之前说没病戴口罩 现在是不是要改的啦 所以现在国内有不同的病 病情出现 等等 我是觉得 你如果有口罩 你就戴吧 你比如说像南韩那个电梯里 他跟穆斯搭 穆斯得了他也不知道 他们两个都没戴 结果一分钟就得了 怎么那么厉害 我看那个 韩国那个 病毒大概蛮严的 蛮厉害的 但另外他们也讲了 为什么韩国那么厉害 是不是韩国的身体 对某种病毒株 特别没有抵抗力 我也在想这问题 我们台湾人是不是 比较有抵抗力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 我们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